这一题就是G差,G差就是现货价格减掉期货价格 所以那个G差变动会影响避险的效果,对 然后G差与期货交割日时必定归零,对 第三个G差大小与期货交易所续费无关 这个呢,等一下再看看 最后一个就是G差,对啦,其实第三个也对啦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G差若为证必定会产生套利机会 这个就是那个错误 那反正就是G差转强对空投币嫌有利 G差转弱的话那个对多投币嫌有利 所以G差大小,刚刚讲那个G差大小与期货交易手续费无关 那个也是对 接下来第十二集就是有个基金 那这种问题考很多就是牵扯到那个Beta,市场风险 反正有一集啦,最近没考可是一定会考 就是要规避市场风险,系统风险 市场风险又叫系统风险的方法就是要做空指数期货 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基金,基金1.5% 如果就是说那个期货改变1% 然后你那个这个基金你的资产改变1.5% 那你的Beta就是1.5% 然后那个大台的话合约就是8250,8250乘上200 就是165万 所以你那个币嫌的口数要多少 就是你是1.5%乘上你的资产3亿,然后除以165万 这样算一算的话就是得到是272.7了 所以这答案就是要选B 那个200需要买卖多少口,需要卖出173口 那个指数期货,所以是卖出173口 答案是系 所以13期说目前瑞士法兰,价格是1.6 这个呢就是说用那个观念 就期货价格等于现货价格 就是说你期货为什么比较贵 因为持有现货需要成本 就是要加上现货的缺点 然后再减掉现货的优点 如果持有现货的优点很多 你期货就我不需要持有你啦 就是没有诱因持有期货嘛 所以他是要加上持有现货的优点 减掉持有现货的收益 那持有现货就是马上持有瑞士法郎 马上持有现货就是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的那个利率是美元及瑞士法郎 马上持有瑞士法郎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说我拿美金去马上买瑞士法郎 那我呢持有瑞士法郎的成本 就是我损失掉美金的利息嘛 损失掉美金的利息 所以要加上1.6乘上0.1 然后减掉1.6乘以0.05是持有瑞士法郎的优点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1.6乘上1.05 然后就1.68 答案差不多就1.68小于1.71嘛 所以干嘛期货太高 所以我们要那个卖瑞士法郎期货 14题说交易人就是认购权证 认购权证 认购权证就有一个购嘛 那个购就是买的意思啊 所以就是当然就是那个 相当于买进买权 这个至于说 那个选择权跟权证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那个卖方 卖证券卖那个权证的是证券公司 那在期货市场的话 选择权的话就是交易人你可以买也可以卖 15题 因为它跟选择权还有权证观念有关 所以我那个表继续放进来 就是那个假的那个卖 那个旅约价比较高 就是这样就是我画图 画的这样子就假的卖权 他的旅约价高于乙的卖权 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空头价差 空头价差的意思就是说 跌下去我获利 跌下去获利 所以呢 卖的是那个 那个乙就是比较低啊 空头价差就这样 就是买 比如说买一万两千点 卖一万一千点 你就是说 如果跌超过一万一千点的话 你就获利了 就是这样子获利了 好那个接下来呢就是十六题 十六题 刚刚那一题就是买进买进甲 同时卖出乙 那个十六题的话 卖出期货卖权 这前面有加上两个期货两个字啊 期货两个字啊 那个这2021年第一次也考过了 就期货选择权是以期货为标的的选择权 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选择权是以那个现货资产为标的 期货买权的话是说我有权利 那个用特定的价格买入期货 这个叫做多就是变成是那个多头期货了 卖权的话呢就是有权利用履约价格卖出期货 我给你看那个美国商品交易所 上面有那个那个什么 期货选择权的期货选择权 我们要看到右边右边那边有标的资产 然后英文标的资产英文就叫做 那个underlying future underlying future 那我这个例子有什么 有玉米 玉米期货选择权 小麦期货选择权 黄豆期货选择权 那17题 好 那个17题 我们现在要看一下17题 17题就是台湾期货交易所 这个动态价格稳定措施 如果遇到国内外期货或现货市场 啪啪啪啪 这答案是两倍啦 反正这个就是说 他避免有没有 你那个价格 譬如说现在假设现在是那个 一万点 就是一万点 那我那个下一笔有没有 要买 不能超过一趴 就是一千 用那个 那个一万一千 好 那选择权的话呢 就是两倍 指数选择权就是两倍 反正你记下来啦 一趴两趴啦 那个详细规定 这个真的是要去有做过交易 比较了解 然后我上面的资讯直接截取 台湾期货交易所的资讯 所以这一题就两倍 就是选择权是期货的两倍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没有做组合的话 就是上面有没有跨月价差 跨月价差是一趴 然后呢 没有做就在某些状况之下 是说那个两趴啦 按你跨月价差的话 你做价差 价差组合的话就比较低 一趴 这个坦白说先就是 先把它就记下来一趴两趴 因为这真的是要实际有交易经验 才会比较了解 18题 那个原始保证金15万 然后呢 那个 维持保证金就是11万 你放了20万进去的话 如果赔掉9万 赔掉9万的话 就是保证金剩下11万 就会被吹削 这答案就是下跌450点 因为200乘上450嘛 就刚好就是9万 你赔掉9万 接下来看那个19题 台湾期货交易所的小新 这一题好像还考 这一题很简单啦 就是小台 就是简称小台 小台就是上 你画面上看到的那个50块台币 大台是200块台币 那个 下一题因为有关 我就把它继续放下来 就是小新台纸期货跟大台 就差多少 就你刚刚看到的嘛 看就是200块 也不是50块跟200块嘛 所以它的那个保证金也是差了那个4倍 所以那个电子期的话我顺便也给你们看 也是差了那个 那个电子的话就是 因为那个电子期一点是4千块台币 一点是4千块台币 那小型电子的话呢 一点呢就是那个500块台币 所以这差了8倍 它保证金也会差8倍 它保证金也会差8倍 那些人 就是 那些人 没有准备了 那些人 没准备了